今天凌晨 台北市的内湖区又停电了 为什么停电呢 大家来猜一猜 居然跟小鸟又有关系了 这一回居然是鸟巢惹的祸吗 我们看到这张照片 上面有一个已经冒烟的地方 应该是它的鸟巢被火 被这个烟已经是烧焦了 所以还冒了一点火花的烟 台电研判说 是因为鸟巢在竹巢的时候 它叼到铁线了 它本来应该是要叼一些树木 树叶的 结果它这次叼到了铁线 就导致了电线短路起火 这个鸟巢的位置 刚好是在设备的上方 巡检不易察觉 以后会持续的加强巡检 但是像这样子的一个 高压电线也好 或者电线桿也好 这是在全台很多地方都有 接下来怎么办呢 如果是鸟巢 鸟一直在上面竹巢 然后不小心又剪了电线来的话 是不是我们要一直停电呢 中可以看到 电线桿上电线冒出火花 点点火星不断掉落 阵阵白烟也飘了出来 而起火的电线桿旁就是树枝 让人看得捏把冷汗 街上除了路灯以外 一整排黑压压 检修人员戴着工地安全帽 在起火电线桿下观察情况 附近住户听到爆炸声 吓了一跳赶快跑出来看 经济部长王美花再次申预言 台北市城空路五段金融路一带 凌晨两点十分发生停电 初步判定疑似是鸟类雕铁线 在电线桿上竹巢 导致电线短路冒出火花 预计至少有三千户停电 消防人员获报到现场待命 防止火势扩大 台电也立刻派人到现场检修 维修人员站在云梯内 把烧毁的电线拆下来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修 在凌晨三点三十分回复宫店 没想到内湖凌晨停电之后 就换了新电来停电了 有网友在脸书社团 PO出了停电的讯息 说在早上的七点二十一分 发生了停电 民众控诉说 请问一下 这次是哪一只小动物 又牺牲了自己呢 对此台电证实 的确在七点二十三分 接获的通报 原因是线路的设备 故障的关系 大家都想要问说 为什么会停电 为什么会变多了 到底为什么会突然 这个地方停 那个地方停 一会儿又是小动物 一会儿又是什么猴子 到底怎么回事 湘敏也纷纷留言说 昨天晚上内湖的小鸟 是飞到新电了 所以新电是乡下吧 今年动物真的是忙坏了 忙着要搞垮电力设备 有鉴于303停电的 重创全台 平面媒体报道 行政院上个礼拜 为此召开了会议 将行政院工程文会 改制为国土安全组织 将会设置一个基础设施的保安署 安全防护署 这两个署 目标是在明年 又会挂牌上路 但遭到了行政院长 苏贞昌的否认 而时事评论员黄阳明 透露说 平面媒体获得的资料 具性迷 显然是会议的记录 流了出来 但不懂为什么苏贞昌 要加以否认 而且他直言说 最不能理解的是 为什么是由工程会来改制 苏贞昌说没有 好 那就来了 那问题就来了 第一个 国安是谁的职权 这第一个 如果今天牵涉到 政府的组织改造 是谁要配合 好 如果说今天是 蔡总统召开的会议 苏贞昌说没有这回事 那苏贞昌是在跟总统对干 那这个戏就精彩了 可是现在我看起来是这样 就是说苏贞昌也许他说的是 我们没有要组织改造 但是这个国土安全办公室 也许我们会有一些 不同的任务编组 我就看不懂 为什么会扯到一个工程会 对 这个我实在是看不懂 所以当然这个议题 我觉得就是看 接下来大家就拭目以待 到底苏贞昌今天 有没有继续骗 他说没有这回事 他是说没有 好 我们就继续看 到时候有没有任何的 组织的改造的法案 送进这个所谓的行政院 我们最近的部会首长 就有点角色错乱 捞过去 你不觉得 你不觉得外交部长 是国防部长 这有点奇怪 也许在川普共和党的时候 可以 现在是民主党 现在国务院不是随便你的 好像你拿国防五角 大家再去压他们 我们行政院长 我觉得有点像是总统 很多国安的 他怎么可以说上话 没有错 应该是国安会就讲 很多东西怎么会行政院先 行政院先提出来的 到底是人为的 条件是人为的 是白鼻心 是鸟 是猴子 还是连椅子都会动 都会碰到 OK 我会觉得说 这是匪谍吗 所以我觉得其实老公也不用派匪谍 他只要派那个动保人物 动物园训练一些 你知道训练一些动物 来做神风特工队就可以了吗 难道我们是那么脆弱吗 今天上午6点多 有一个秋信男子 他驾驶经过了西兵快速道路 155.7公里处 也就是台61线的南下155.7 他自撞翻车 这台载运了洗铁的义饮车 由42岁的秋信男驾驶 经过了台中无期时 不小心自撞 导致了车辆的侧翻 他的右前车头都受损 车上载运的物品散落一地 还好驾驶只有手部轻微擦伤 没有大碍 也没有波及到其他的用路人 而另外游民24岁的男子 在昨天下午经过了 嘉义县中浦乡的阿婆湾 突然的这辆车 喷到了对象的车道 这男子爬倒握在双黄线上 胸前大喷血 重机严重回损 救护车货报赶到了现场救治 不过男子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在经过了抢救之后 还是宣告不止 亮红排重型机车 停放在路边 车壳零件散落一地 机车车身几乎全毁 驾驶自撞护栏 当场没了呼吸心跳 自撞到路右侧护栏 而造势 20号下午一点多 嘉义中浦乡台三县 一名24岁男子 骑着红排重型机车 沿着台三县北广南行驶 行进嘉义县中浦乡的阿婆湾 突然整辆车喷飞到对象车道 男子趴在双黄线 重机严重损毁 男子胸前大量失血 救护车货报赶到现场 将男子紧急送医抢救 警校到场时已经没了 呼吸心跳 抢救后仍然宣告不治 二十号上午九点半 台东北南乡台九县四三四公里处 也发生另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白色轿车和银色轿车 发生相撞 两辆车车头几乎全毁 零件四散 车壳完全喷飞 银色轿车内驾驶及乘客 共五人受伤 其中两人送医 白色轿车内三人受伤未送医 至于详细的肇事原因 则在警方后续调查厘清 这家一台东综合报道 台北市供辽区台二线 110.5公里处 在今天上午九点七点多 发生了严重的车祸 有三辆大货车追撞 造成的车头凹陷 其中有名驾驶 他受困在硫磺槽车内 他的左脚骨折 目前正在救援中 等一下有最新的画面 会持续带你来关心 另外在新北市卢州区 对于警方货报 有民众的机车失气了 随即调阅了监视器锁定的嫌犯 随后再出了旅馆将他逮捕 还在房间内搜出了 金氏 现金等等的账物 疑问之下才知道 嫌犯他先去闯空门 然后又偷了机车 企图要躲避警方的追查 但最后他还是被逮捕了 画面中可以看到三名警力 把男子压制在沙发上 将他上铐 划后铐 警方接获报案 有民众的机车 在卢州区城公路失窃 警员立刻调阅周遭监视器 锁定机车车牌 发现嫌犯骑程刚偷来的脏车 穿梭大街小巷 脚踏板上放着大包小包 随后进入一间旅馆 企图躲避警方追查 警员立刻出动攻击饭店房间 并从嫌犯的黑色包包里 搜出十几本存折 还有手表 警示 御手镯 以及现金两万多元 据了解这名窃嫌 先是在下午两点左右 闯空门搜刮财物 大约三小时后 又偷了一辆机车 当作逮捕工具 最后还是被警方逮捕 全案依窃到罪 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好 来看到 这是不是强迫收编呢 有个网友分享说 他某一天准备跟男朋友 骑车去吃晚餐 当男朋友准备要开车的时候 拿安全帽 这个帽子竟然动了一下 然后就好气又好笑地 跟原po说 安全帽里面有猫咪 可以看到这个虎斑猫 它是安稳地 就缩在安全帽里面 而且用一双无辜的大眼睛 看着镜头 好像叫你说赶快带我回家 所以原po指呼说 你也太会挑地方了 是不是要直接把你收编带回家呢 好 未来一个礼拜天气 都会处于不稳定的形态 大家要注意一下了 今天早上很多地方都下了大雨 不过这个雨预计到中午之前就会停 预估晚上会有封面影响 全台部分的区域都会可能出现大雨 甚至是雷雨 但是中央气象局回波图 今天早上出现一个神秘大圈笼罩 台湾 时间长达有2.5小时 网友说这个雷达回波自带光圈了 气象局讲正面点说 这是原型杂讯已经消除了 喜欢吃面 喜欢吃水饺 总觉得少一味的 来 这一罐是什么 海皇XO干贝酱 直接来这个QR Code 快点够QR Code 来帮我扫一下 快点够QR Code里面呢 有很多中天严选的商品 喜欢的好朋友们 千万不要错过了 好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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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